钢铁人 美国队长一起结盟 拯救世界 如今IC设计龙头联发科 也组成立抗红色供应链的大联盟 蔡明介抗红链 今年就一连串展开并购药棚 长翼 毅力 还有力奇四家公司 手机晶片这部分的竞争 其实已经显得比较胶着 所以相对的话 其实需要去开拓 或其他的一个市场 又打红色供应链 左手拼市场 联发科发表十核心手机晶片 传出宏达电跟小米都是客户 要立抗苹果 苹果光太亮 带望供应链 现在更传出iPhone7供应链出炉 台积电以16奈米的A10处理器 挤下三星独家取得采购单 良率或者是在整个效能 价格的一个竞争力 那么其实都是它这次相较于 三星胜出的一个关键 除了台积电 苹果供应链14号股价也大打苹果光 锐移涨幅高达6.5% 另外大力光可乘都上涨超过2% 联发科大联盟 还有台积电好消息 渴望逐渐脱离半导体 不景气 东森财经新闻 成和平黄夫翔 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